所以我们学这个道果 学佛也是一样的 绝对不能有错觉 错误的觉悟 错觉 有人跟我讲 他已经开悟了 很多人跟我讲他已经开悟了 很多人来跟我讲他已经开悟了 然后他再来他有执着讲 执着什么 明慰 明慰 他就是执着的讲 他说他已经开悟了 然后他就讲说 我要 我这一次来求师尊 就是我要得到更高的职位 很多人争取 请师尊帮我得到更高的职位 这个就是执着 这个就是执着 执着 这个就是执着 你已经开悟了 你就会变成 像禅定一样 让他随意 得也好 不得也好 这个才叫做开悟 得已不得 都可以 这个才叫开悟 你执着 我一定要得到这个职位 那就是没有开悟 你尽力去做 没有得也无所谓 这是开悟的 开悟跟不开悟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不要错觉 不要错觉 不要错误 开悟不是错误 有人讲说 我已经开悟了 但是我坚洁不度众生 开悟了 不度众生 不是让你度就度 对不对 一个我们以菩萨的心场 度跟不度 度跟不度 都是随言 随言才是开悟 随言才是开悟 禅定 也是一样 要随言 一样的 不能说 我一定要禅定 要入禅定 那个就是执着 你按照规矩来写 轻轻松松的 不觉得困难 虽然 虽然很多的过失 但是你让它随意 总之呢 在紧张跟放松之间 你让它任意 你 那个才是真正的 悟 悟尽 一个悟尽 一个开悟的一种境界 得也好 不得也好 无得无失 所以 文知实力菩萨讲一句话 舍利佛问文知实力菩萨 涅槃是什么境界 今天 文知实力菩萨跟舍利佛讲 涅槃只是一个名词 你在涅槃之中 是不知道有涅槃的 这是文知实力菩萨所讲的话 舍利佛非常赞叹文知实力菩萨 因为只有文知实力菩萨能够讲出 进入涅槃 其实就是没有涅槃 因为没有涅槃 才是涅槃 这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最高的 最高的智慧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不要以为说 开悟了 开悟了 但是你的表现完全是 没有开悟的 像以前有一个开悟的 要求得回上师 很生气的 要求得回上师说 给我一张 雷尚是聘请我的 那一张聘请我 雷尚是聘请我来 来到美国 西雅图雷尚是聘请我的证书 职着的要 一直要这一张 一直要这一张 我一定要拿到这个 美国的宗教签证 职着的要拿到美国的宗教 德威上师说 不可以的 现在美国签证不是这样 宗教签证不是这样子拿的 已经早就改变了 他就是不服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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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开悟啊 笑死人啊 真的是带他出去看鸟 不关德威的事啊 到时候我还是讲说 你给他吧 真的德威上师就 签了一个聘书 聘请他 到西雅图来列 西雅图列上师 他拿那个去签证 美国海关给他判定 永远不准进美国 给他判了 永远不准进美国 他怪 怪说 到时候他又怪回来 怪说 我们要求 他要签 宗教签证 怪德威说 给他那一张那个聘书 又怪我们这些人多嘴 都是害他不能进美国 怪来怪去 怪的是谁啊 怪他应该要怪自己 还怪谁 当初这个怒目相像 要要求一张那个聘书 那个叫开悟 开悟的人是这样子的 谁顺众生 一点也不勉强 得跟不得 什么都没有 勉强就是一种罪过失 你 和我们来也是 不得你 好 没' drop